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会对所有主播进行教育 网友们纷纷称赞了平台的做法 表示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 之前网红文婉被封杀时 还有不少网友替他辩解 认为网络上对他的一些说法属于空学来封 但这次陈一发而被封杀 除了他粉丝外大家都一致支持 也能说明事件的严重性 当中调侃英雄 他的做法令人寒心 如果有人对陈一发而依旧不熟悉的话 直播一解冯奇末应该都知道了 在网红直播界 陈一发而和冯奇末基本齐名 算是今年风头正盛的两个主播了 之前冯奇末因粉丝的事 闹得沸沸扬扬扬时 不少网友称赞陈一发而跟他不同 是网红里面的清流 可这才过去没多长时间 陈一发而也跟着出事了 并且这还不是他粉丝闹的 就是他本人洗不清的黑历史 7月30日晚上网络上流传了知名网红陈一发 而以前的一段视频直播 从视频里能看出 他正在听一首日本的歌 听到激动之处 陈一发而直接调侃起了历史世界 把老一辈的英雄们当作笑料来说 从截图来看 他捧着脸一边调侃 一边笑得极其开心 这段视频在网上迅速发酵 也引起了众多网友们的愤怒 作为网红好好直播唱歌跳舞就行了 拿历史伤口作为调侃说话 有没有经过大闹 接着 在网友们的戏巴之下 大家才发现 这并不是网红陈一发而 第一次这么做了 几年前他就三番五次为日本人辩解 甚至他还讽刺过郑渊姐 说他心胸相当狭隘 他的这些奇葩言论 让不少网友都看得火冒三丈 虽然如今做网红的门槛很低 但基本的三观还是要有的 随后 陈一发而也迅速在微博上道了歉 说他本人非常后悔和自责 真诚的向大家道歉 并表示以后不会再犯这类错误 粉丝们也都在底下留言支持他 大部分人认为以前的他只是一时太嗨说错了话 现在既然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就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却仍有小部分人在为他辩解 激励维护他 他们认为网上突然爆出陈一发而 2016年的直播视频就是有人故意在整他 网络复杂 更需要为自己言行负责 陈一发而当初因一首童话阵大火 这首歌歌词写的梦幻而又童话 但陈一发而却一直标榜自己 不是做着童话梦的小女生 而是拥有自己独特个性的发解 陈一发而的人设卖得非常好 相当一部分网友很吃他这一套 这也让陈一发而人气节节攀升 粉丝数量庞大 如今的他已经是某直播网站的头号网红 但作为公众人物 更需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尤其是在公众平台上 更加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不管这段视频何时被爆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